嗨 今天打算來做一個實測 就是我們 YouTube開通盈利之後啊 每天大概早上 9點11點的時候會出現 兩天前的那個收益的資訊 那我這次的實測打算來就是 要用這個YouTube的收益啊來cover住一整天的 吃 主要就是吃而已啊 還有喝這樣子 那我開通盈利大概快三個月了 每天的盈利狀況 少一點的話可能就是四五十塊 那多一點的話 目前最多有到一百五六十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金額拿來挑戰 看能不能cover住一整天的這個 火石費啊 我覺得應該是 還蠻有趣的吧 好 那今天是禮拜一 9月5號 今天是9月5號禮拜一 那這個實測我想要進行五天 就是平日的12345 那六日的話應該可能會跟 家人出去吃東西 所以六日就 不測了 測這五天看能不能 挑戰成功這樣子 那也讓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我們 Youtuber他的流量跟他的收入是大概是呈現怎麼樣的關係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實測就是今天第一天開始囉 掰掰 不是 欸 不是 掰掰啦 好 那就開始實測 好 可以加一點鹽巴 可以加一點鹽巴 先來拍個蒜頭吧 我已經滾了 直接把菠菜丟進去 大概是200公克的菠菜 給他煮一下 我們要用一湯匙的奶粉 大概是2塊錢 然後把他熱水沖開之後 加一顆 雞蛋 打一顆雞蛋 一顆雞蛋大概7塊 好 這就是菠菜的配料 因為蒜末是調料 所以就 蒜頭我就不算錢了 這叫把那個草蒜濾掉 還是葉蒜 草蒜吧 葉蒜是好的東西 好 倒去 這樣 就是這樣 瓦斯魯旁邊有薯條 他上次弄薯條 放那一隻不知道放多久 這是麥當勞的薯條喔 沒有我被熊腰啦 這是好市多的有鹽奶油 我們挖個 大概10公克這樣 這樣 這樣 不過常常煮麵沒什麼 我做錯了 蒜頭還沒爆香耶 焦黃 有奶跟蛋 直接用熱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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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奶油 差不多2克啦 我放不下了 我放不下了 沒有 太香了吧 還是動 不然就開始小火麻煩去拿熱了 小火 大家人 我想說 今天只剩十多塊錢 可以吃這個香蕉 應該吃個一兩個應該是不會超過 今天早上吃了 小火 大家人 吃青菜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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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第一天已經結束了 今天花了五十六塊 其實吃的算蠻少的 不過其實我覺得是不太會餓 因為有吃麥片跟橡膠 就是比較有飽足感這樣 今天才花五十幾塊 蠻特別的一個經驗 其實我覺得我只是看起來比較大隻 其實我食量說真的也是還好 那就是想說看看明天能不能吃的好一點 因為我昨天有發一部新片 那昨天有發新片的話 那它廣告如果有盈利的話 明天大概就會 就會納入明天的盈利裡面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準備休息啦 明天的實測繼續下去 其實今天這樣吃的蠻剛好的 就覺得精神好像還算不錯 而且吃的都蠻健康的 幾乎都是圓形的食物這樣子 好那就晚安囉 早上了 今天有187塊 所以應該可以吃東西了 你要吃嗎 好啊 我兩顆你咧 哦 你這麼大哦 放我一顆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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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吃的還蠻飽的 所以晚上應該吃這兩顆水煎包就夠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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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拍一組嗎? 沒有啊 蛤? 你趕快幫我看好不好 完美完美 我幫你看了啊 我在看 你幫我看右邊 我都沒事啊很大啊 在那邊錄 這很...這很...這很... 你這次下次真的完蛋 可以這樣嗎? 什麼啦?哈哈哈 你在這裡看看 我在讚嘆你的技術 哈哈哈哈 什麼啊? 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有什麼先拿就對了 葡萄藥齁? 應該是喔 謝謝你拿著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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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盒吧 拿7號的 我吃1 3分之1的沙拉 這是要給狗吃的 吃 這邊是平均 原味跟好味 好漂亮 他叫他主人耶 來 咖啡包 9月8號 今天也可以喝咖啡 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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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插卵 薯药 野菜 牛魚 油條 要麥芽 鸡蛋 好香 我的衣服 好那這次的實測我就測到這邊了 就只有四天而已 我當初沒有想到說這禮拜五是中秋節 所以想說本來要測五天嘛 那因為今天就是中秋節啦 那因為可能家人要聚餐 我今天就沒有繼續實測 那我匯整了一下 我前面這四天YouTube的收益總共是455塊 然後我吃的伙食費總共是426塊 就是以整體來講我是有用YouTube的收益去cover住這四天的伙食費 但其中有一天就是有爆預算的 第三天吃的超過預算 所以說這一天是失敗的啦 不過整體看下來我覺得這個挑戰應該還算是有 成功 那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疑問說 為什麼我一天都吃兩餐而已喔 一天吃兩餐這個飲食習慣是我大概 這三四年來都是這樣啦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如果一天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去吃三餐要做這麼多的選擇的話我覺得 個人是覺得有一點麻煩啦 所以通常我第一餐可能是下午一兩點吃 那一天當中的第二餐我可能會 晚上大概八九點的時候去吃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飲食習慣對目前的我來講是 非常適合的 那這個挑戰其實整體來講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困難啦 因為你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話你會發現說 我上個月痛風突然發作了 所以就是我是有用一點類似像是 食療的方式啦 就是我在用飲食的方式去控制我的這個 小飲機這樣子 所以說我吃東西算是還 還蠻健康的就是我在做稍微的挑選這樣 我不會去碰那些海鮮啦 或是說 過度的肉類飲食 就大部分都是用圓形食物啦 我可能會吃一個什麼麵包這樣子啦 我平常吃的跟這也是差不多 那有點意外的小收穫就是 我這四五天竟然體重有掉了大概一公斤多 因為晚上的時候其實你發現說 肚子有時候有點餓 其實有時候真的不是說你肚子餓喔 只是代表說 你的身體可能是處在一個缺水的狀況 那你去喝個水啊或是茶啊 甚至是咖啡啊 其實你的飢餓都可以得到緩解 那我覺得說 好像還蠻有趣的啦 然後就是這個禮拜的挑戰蠻有意思的這樣子 好那也讓大家見識到的就是YouTuber的財力 大概就是 這四天可以賺到400塊這樣算是還不錯 那也非常感謝有一位 觀眾他竟然在 第二天的時候抖內了我15塊 就是讓我可以吃得更好這樣 謝謝這位觀眾 好那今天這個禮拜的實測就到這邊了 期待以後還有更有趣的東西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拜拜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他一定有跟雞塊 他就不能吃雞塊了 你只想吃貝果對不對 對啊 Lacoste 蠻雞塊 他要申請 你這一塊 你不要做什麼 你餓了 你不愁 你不再吃貝果 他已經沒吃貝果 我還沒吃貝果